欢迎来到勇广天涯SUPER X 这就是街舞火舞台的现场 今晚除了战队对抗之外 四位队长还将带来队长大秀 让我们有请王嘉尔和王这里看战队出场 SUPER SHOT 5 6 7 8 王健你看 让我们有请王一博和一波王炸 BOOM战队出场有请 一波王炸 让我们有请张艺兴和他的核心武器战队出场 大家好我们是核心武器 最后让我们有请钟焕良和他的娃娃酷宝战队出场 1 2 3 4 1 2 3 1 2 2 这次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我们四个战队的队长大秀 这是我们本季第一次四个队长和他们的队员进行队长大秀 所以队长大秀获胜的战队将获得一个和本轮赛事相关的重要权利 这个权利我们将最后再揭晓 战队秀结束之后将进行我们的战队对抗赛 那么接下来通过转角蓝屏决定出我们队长大秀的先后顺序 首先第一个表演的是 王一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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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我们那个五放在就是第一个出会很有攻击性 第二位 核心五系战队 如果是这么排名我们肯定是第一啊 第三个出战的是 哇哇酷宝战队 抽到第三总比抽到第一好 可以有机会可以热身 然后也不用第一个出场这么紧张 最后出战的是王这里看战队 不管对面对手是谁 我觉得我们有信心可以赢 一波王驾BOOM战队留在舞台上 其他三位队长请去备战区备战 上一次呢虽然我们连胜两轮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作品还要有很大的进步以及调整 我觉得这两边好的点就是他们特别会用队形去排画面 我们缺的就是队形排画面这一点我觉得 因为队里基本上都是battle型选手 他们不需要考虑动作整齐呼吸表演 所以说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七五 因为我们战队的那个logo就是一个黑豹 那我们就来展现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个气质风貌 刚开始出来就是我们感觉是一群豹子 独居在丛林里面就要想象这种画面 然后你随时要去感受那种 你自己就是一只豹子 然后就用舞蹈的方式去演出来 这是对应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我们的地儿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现在我们会下 成立啊 用镜头啊 说实话我报纸很容易演成一只猫 甚至演成一只狗 猫 为了演出这个报纸的野戏 我们整个团队一周上次去吃牛排 本来吃全熟现在又吃五分熟 这套舞就是我们个人每个人跳下来感受是非常累的 就是如果是状态全开的话 跳完一遍出来就已经不行了 看见太阳 一般我们BREAKING都放的是正常规的120拍的音乐节奏 但是队长搭秀的话就会很快 而且甚至有一些乱拍 我们从比完上一轮水舞台开始 一波队长跟我们聊了很久的天 对于我们的整齐度是提出了很大的质疑 那在他说完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没有一天休息 其他团队可能会有两天或三天的假期 我们团队是唯一一个没有一天休息的 短暂的时间里面学那么多动作 而且要跳整齐真的很难 因为我更多是随性跳舞 所以说能融入进来 真的是需要花很多很多功夫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也 Minecraft 召唤语 召唤zeich 诀明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喜欢则不投票 321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计票 国王炸BOOM战队的票数呢 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把它封存在 勇闯天涯SuperX小蓝屏当中 随后公布 因为你们自己的战队logo是个黑豹 所以就要排一个这样黑豹的这样的 对没错 把我们战队的风格还有主题 更加突出的展现化一次 也是第一次亮相 对 舞蹈当中啊 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那个灯组了一个战车的感觉 啊是包子头 这两个灯是眼睛 哦 那我们听见下面三位队长 对刚才大秀有什么样的感受 每个开始 你看啊 有谦让的说话环节 请 请 一切 不 如他 请 这儿吧 真的以为一只包子在台上 哦 哎 哎 抱子不是包子哥 哎 抱子不是包子 哦不是啊 抱子 哎 对 哎 一星 炸 炸 真的炸啊 确实炸 就是 好像还不止一次抱 全都是 这个舞啊 跳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累的 我们知道像b-boy体力都很好的 排这个舞会让你们觉得很累吗 呃非常累 我全身已经打湿了 而且还没有做一个技巧 一个技巧都没做啊 对 就这个节奏比breaking的速度还要快 对 其实这个舞还挺为难b-boy跟popper的 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编舞 所以还挺为难他们的 对 我们其实从上一轮结束完了以后 我们对几乎是没有一天休息的 直接投入到了我们整个大秀 包括后面东西的一个排练当中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都很棒 几乎都没有休息过 给大家一个掌声 其实我们对更多的是一个 Original Style 为主的一个团队 所以在跳整齐这件事情的话 上的话是比较难的 但是四个b-boy 还有我们的两个popper 真的是被我们一遍一遍的叮 一遍一遍的说 然后终于把这个舞给搞齐了 再次给你们六个人掌声 我们团队大家都知道 都是各个舞种里面的冠军的头衔 而且不一样的舞种 所以说融入在一起 要学那么快 而且要跳整齐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 大家定步了 就是我觉得不是不能做到的 是你有没有去努力做 这个节目确实可以让很多的舞者 一个成长 不光是在他们的领域里 能够跳得非常的好 同时你也可以能够 学习到编舞 团体的一个team的感觉 就是整个这个集体感 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danser来说 可能都是这一次的一个成长吧 或者是学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